八亿男篮三十九分惨败给福建男篮,这本该是一场波澜不惊,没有任何悬念和关注度的比赛,可却因为许忠豪与王志志的一个镜头,让军敏双方成为了CBA版的头条。 由于不满王志志的支持点点,许忠豪的场边直接与大致顶嘴,甚至还在屁股席上怒摔毛巾,对于前男篮国手的这一举动,网友们显得非常的愤怒,不少球迷纷纷在网上对许忠豪口注笔伐,自从2008到09赛季加盟八一队以后,本赛季已经是许忠豪在八一队效力的第十一个年头,从年龄上来讲, 他是八一队当之无愧的老大哥和队长,在球队中,他也是与王志志公式时间最长的一名队员,且在出道之初,大致也没少给许忠豪指点迷津,按理来说,许忠豪与王志志之间的关系应该还是不错的,至少,不应该出现场边内尴尬的一幕,可颇为尴尬的。 当许忠豪面对王志志的指指点点时,他还是表现出不耐烦的一面,甚至还被摄像头直接抓他到顶嘴大致的画面,也正是因为这么一个镜头,让这位前男男国手,成为了千夫所指的对象。 有网友就表示,在看转播镜头时,当看到许忠豪顶嘴大致时,他的第一反应是许忠豪是不是疯了,也有求你表示,看到大致被自己的队员这么对待,心里真的不是滋味。 不过与此同时,也有求你表示,大致的性格太过于文文文雅,不大适合教练的岗位,而保导台湾著明蓝球专家朱燕说也看不下去了,对此表达了自己的看法。 在他看来,球员的本事不大,脾气却不小,我以为他又想找骷髅帽打架,脾气不小吗?朱燕说,在个人社交网络上如此的点频道。